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8日星期二的收視Ground 再我陳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確訪 港股今天反覆下穩回升到232點 但國子和科子就繼續向下 高開124點的恒指開市 沒多久就到跌最多214點 但其後曾經大力反彈 飆升最多506點 一度重返50天線和29000大關 收報28773點 三年跌後終於回升到232點 升幅在0.8% 國子和科子還未擺脫台勢 國子方面收報10973點 跌了41點 跌幅在0.4% 科子甚至低見7706點 收報8063點 跌了18點 跌幅在0.2% 大市成家金額2760億元 看看重返股份的表現 港家所見越低 收報440.8% 跌了82.3% 匯控和友邦 分別回升 百分之2.1%和百分之4.3% 藍籌股份當中 表現最好的創科實業 由一個月低位回升 收報120元 大升百分之6% 而昨日走強的 耐人股份 今天就集體回套 工行建行 都從52週新高回落 分別下跌百分之0.2% 以及百分之0.9% 銀行 商商下跌百分之3.4% 農行就錯百分之1.9% 科技股份方面 騰訊和阿里巴巴先低後高 分別回升百分之0.2% 以及百分之1.5% 小米和美團繼續走低 逐錯百分之1.8% 以及百分之2.2% 科技股份整體表現是反覆分化 見到其中比特幣抗議股份表現 就是突出的 貨幣和歐科雲鏈分別大升百分之6.7% 以及百分之6.3% 而美圖方面 收報2.7% 急升百分之7.1% 今天收視一個Round 先到這裡 明天再見